很誇張一點是穿比基尼 然後外面就披個浴袍 然後我就拍張照片給她 我說欸我嘴巴要去游泳囉這樣子 我想說這樣看起來很像學校的浴媽咪這樣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欸你這造型看起來像豬髮型 什麼意思 哈囉大家好我是芋兔 是的我懷孕已經懷了很久了 我現在呢是七個月 那其實在懷孕的初期其實是蠻不舒服的狀況 然後再來我中心其實有錄過一段影片 但是那時候剛好麥克風壞掉 所以我那影片又先作罷了 所以我就想說到了七個月 然後我和大家分享我整個懷孕的初期的過程 所以呢等等就有很多故事要分享給大家囉 當初怎麼知道自己懷孕 但當然是因為羽絆 不然咧 我當初其實一開始覺得身體是有些變化的 就例如說我胸部突然就是脹癌 那時候我就想說可能月經快來了 但是大部分我大概是脹癌一個禮拜之後月經來 我大概就脹了兩個禮拜 月經都一直沒有來 我起床的時候我也不然覺得身體很重 就是下半步不覺得特別的沉 然後以及我跑步的時候 我正常來講我大概可以跑到30分鐘到40分鐘 我都不會覺得太喘 但是那時候我大概跑到15或20分鐘的時候 我心跳就超快 然後很喘然後我很想吐 再來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是我家貓咪閒靈的狀況 我就想說我們可能就是真的懷孕了 然後我就只是嘴唬我一下 我家貓咪就說媽是懷孕了嗎 然後他就這樣喵 然後我想說彈起來會回應我 我說是男寶寶嗎 他就喵 神欸 那是女寶寶嗎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如果他女寶寶你喵的時候 我就心裡他就只是隨便亂回應我 他就不回答我 他就這樣 就是這樣喵聲音 然後我說那是男寶寶嗎 喵 就那早晨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然後於是我們就是下午就去買了驗語棒 我剛開始驗的時候是先一條線 然後我就想說那可能就真的我想太多了吧 然後我就穿好褲子啊什麼 要準備把那個驗語棒丟掉的時候 我就看到第二條線慢慢慢慢的浮上來 我當他傻眼想說他是壞掉了嗎 我就立馬拍給我就是護理科的學姐 我去看 我覺得立馬打給我說 對你懷孕了 我說但是第二條非常的淺耶 他說因為呢在懷孕的時候 你跟驗語棒是在測那個HCG值 剛開始懷孕那個指數還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是比較淺 我就走出來口氣真的說 欸我懷孕了耶 我就不叫你翻譯 為什麼 不然反應沒有什麼好特別啦 不是蠻特別的嗎 大部分你看到那種TikTok的影片啊 或是那種短影片 就看到那種是Bob看到然後很開心亂叫 或是抱著媽媽就是很高興的感覺這樣 然後我其實是這樣 欸我們還有自己的寶寶了耶 然後我就覺得 等一下你真的感覺好像我在演戲 還在演得很爛的那種感覺 你的笑容感覺很不自然耶 他說沒有啊我很開心 邊邊一看然後我心想說 嗯是真的嗎 第二題 那懷孕的過程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 前期有點忘記 但我記得三個月前就是第一 首先就是我食慾變得非常非常的差 吃不下什麼東西 我那時候一剛開始很喜歡吃麵線 然後我想吃麵線的時候 我都會叫我先生去買 每天都要吃耶 每天都吃麵線 每天早上我就會很早的時候就很餓 然後我就把他咬醒說 我要吃麵線 因為我那時候先生還在睡覺 然後他就起來睡一聲之後 就買了麵線回來之後 我就吃一口這樣 我說我不吃了 他說什麼意思 我說我突然覺得沒有胃口 他就心想說我那麼辛苦 然後說他早前的時候眼睛都還閉起來 然後買回來 我吃一口就說我不吃了 我看到他的臉就是 有點像那個汗滴下來 而且想要發痛 就不能發痛那種感覺 我就真的吃不下 再來是 Always都覺得很渴 我喝水怎麼樣喝我都覺得很渴 然後我就跟我先生想說 我好渴喔 他說 要喝水啊 我說我就是一直喝水 還是覺得很渴好嗎 會突然覺得情緒很不穩 然後很容易被先生或是誰的一句話給惹怒 有些人不是一開始懷孕的時候 是很會長肚子的 但是我的肚子就特別顯肚 所以我那時候回國家 然後他姐姐就說 你肚子很大之後很難生欸 你要少吃一點 我心裡想說 Come on 我今天才只吃一餐 我是不是根本就吃不下 然後我說沒有沒有 我就是因為脹氣 因為剛開始懷孕出血 脹氣的狀況非常嚴重 然後我想說他可能就不了解這樣子 然後後來之後 我再第二次回去 他說 你肚子越越越大 你真的要少吃一點啊 要少吃一點 不然你之後很難生 我心裡想說 他就跟你講說脹氣 你到底真的 你聽不懂 我就在那邊內心握拳頭這樣 欸還不只我姐 超多人都這樣 對超多人都這樣 然後我一開始懷孕的初期 是會手冷腳冷 就突然會被冷氣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老子說 你有沒有什麼 方法可以解決 因為以前我遇到手冷腳冷的狀況 我就用食譜 可能吃點麻油啊 吃點一些比較補的東西 但是因為你懷孕之後 你就要避開這些補的食品 他就跟我講說 喔那你就可能穿多一點 喔媽媽好像真的沒有辦法 吃什麼比較特別補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就用電熱奶 但非常特別一件事情 就是我大概過了一兩個禮拜 比較冷的狀況之後 我接下來就開始早熱 都會開始想要喝冰的 但是所有人都會阻止我說 啊孕婦不行啊 孕婦不能喝冰的 要喝熱的 我都已經在流汗了 我汗流加倍了 然後我就很喘 我說我不要喝熱的 不行不行 要喝熱的喝熱的 我說幫我加個冰塊OK 因為我現在整個人燒的就像火焰一樣 譬如說有人靠近我 他們會說哇塞你好像電暖爐喔 然後還有什麼啊 喔我會常常 黃神 那個黃神狀況很像是 我的靈魂是站在我身體的背後 在聽你講事情 就是很像是你蒙了一層保鮮膜 然後你ㄎㄧㄤ掉 我吃東西的時候 你吃一顆水餃 然後我會掉到那個身體 喝飲料很容易露出來 我就吃了一吃 我就會很生氣 我就會開始哭 我其實是安撫說 啊沒關係沒關係啊 我說育膚感覺起來就很笨 然後常常講東西講一講 就忘記了 或是說欸我跟你講 然後就ㄎㄧㄤ掉了 就很像你那個詞 是被人家抽走的 你那個抽走嗎 對我那種非常常做的東西 因為那種肚子也沒有到很大 所以有時候就是譬如說可能 看到什麼KPOP啊 或是在講什麼有趣的事 你就會想要打亂動 我只要腳上有一個比較大的動作出來呢 我就開始出息 然後我就要回婦產課 婦產課就會太愛拍藥跟死 就要非常小心翼翼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做夢 是會夢到 我在上廁所然後把小孩伸出來 每天都很害怕 然後我過敏也非常嚴重 我那時候開始皮膚有變化 然後我只要一生氣的時候 我整個臉就開始過敏 常常會就這邊比較癢啊 化妝也非常的 就是皮膚也不好 所以有時候先生會有說 欸你今天皮膚很不好耶 你的妝看起來很舒服 然後我就在 噓 就在那個裡面過拳頭這樣 就心裡想說 我不是故意的這樣子 然後 就像你媽媽 到旁邊去揍兔子 對 這樣 中期最舒服 中期真的我覺得 就是天堂耶 我在前三個月就是 人很不舒服 吃不下什麼東西 然後Always 孔水溝 鮮鹹的 就想吐那種 想吐 大概一天當中 我大概只有一個小時 是比較舒服的 我甚至洗澡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缺氧 很喘 到中期的時候 我剛好先生要去新加坡工作 哇這真的是超開心 你知道有多久沒有坐飛機了嗎 然後剛好又是我的運中期 胎也比較穩了 所以我那時候去什麼地方 走路啊 去哪裡 都很開心 吃什麼東西也很有胃口 然後心情超級無敵好的 所以如果媽媽 進入運中期的時候 就像天堂那樣 真的是天堂 後期就是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七個月了嗎 我覺得很痛苦 就是你睡覺的時候 翻左邊也不是 翻右邊也不是 正堂也不是 只要煮飯 洗碗 大概站不到15分鐘 你的腰就會非常非常的痠 可能譬如你在廚房煮東西的時候 然後可能轉過來 不小心肚子 就打到旁邊的櫃子 我就會心想說 很煩 你會抽筋啊 水腫啊 對對對 好 反正我後期呢 最痛苦的就是 水腫跟抽筋 因為我知道說 抽筋是在後期 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就常常 後來這樣 睡睡睡睡睡 我就會感覺阿呀 抽筋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翻過來 然後就早上起來 結果我想說 欸你知道嗎 昨天的右腿竟然想給我抽筋 然後 有一次 我右腳真的抽筋了 天啊這抽筋真的是地獄欸 然後 因為你已經抽筋了 你沒有辦法搬回來 我就這樣 叫 叫妹 然後我先生這樣 在旁邊睡得很難說 快來叫我 然後我先生驚覺 他就狗快起來 幫我把那個腳給搬正這樣子 他要把我搬回來之後 我就開始哭 因為我覺得你知道 你現在睡得很熟 你突然你的腳抽筋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我甚至發出求救的事情 我都會覺得 非常非常的吃力 我知道懷孕很辛苦 但我不知道那麼辛苦 很多東西就是說 我今天頭痛 我可以吃什麼藥 但是媽媽沒有辦法 媽媽就是默默要忍受這些事情 就是因為你 不能用一些藥物 因為你會擔心你的寶寶受傷 然後很多喜歡喝跟喜歡吃的東西 都不能 對我為了寶寶 借掉很多東西 因為我平常就是情侶很喜歡喝咖啡的 所以我就借掉咖啡 然後紅茶奶茶 就是有咖啡因的 可樂 然後蜂蜜蘆薈 因為蘆薈裡面有個成分會讓子宮工作 所以也不建議吃 水腫也是我最近遇到的狀況非常嚴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那個我水腫的那個樣子 我驚嚇死了 因為我沒有想到進來會腫成這樣 腫到 譬如說我今天出門我穿的是羅馬鞋 交叉羅馬鞋 還是人字托 我那天都會顯示在我的腳上 早上也還好 但晚上就腫到我覺得那個鞋子要爆炸 然後我沒有辦法自己穿鞋子 我必須要請先生 因為我只要這樣子 我肚子就會很鬆 然後再來是 身體上面的變化真的是 我覺得很慘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還蠻愛漂亮的女生 但是你就看到自己的腰啊 腿啊一直慢慢變軸 或者是你沒有辦法控制 他不是說我今天少吃一點 我可能腿就不會那麼粗 沒有你是完全沒有辦法和荷爾蒙抵抗 就是一直被荷爾蒙操控的一個韻骨 所以有時候腳腫到我會哭 我覺得我腳要爆炸 我幾乎可以說是感受不到他的神經 我每天都穿鞋子 我先生說 我就會腳要爆炸 我腳不行 我腳要怎樣怎樣怎樣 那個水腫狀況也非常痛 但是我最近喝了紅豆水 我覺得消水腫非常有用 然後也要請各位的爸爸 如果有空的話 幫媽媽就是按摩 就是每天在留個10%15%的電視 幫媽媽按摩 讓媽媽真的會心情好一點 不然可能大家覺得說 又沒有什麼 妳就懷疑在家裡躺著看電視 我想媽媽的身體也就說 好 只有媽媽 因為你身體的變化 你真的沒有辦法 然後我那天去錄 錄完演的時候 我就約到乃哥 乃哥就說 玉露 你懷人是不是男生 我就說 對啊 你怎麼知道 你好聰明喔 他說 因為你變醜了 我心裡想說 我心裡想說 太傷怨婦的心了 對 我心裡想說 是真的我自己也覺得是有變醜了 但是被人家這樣忽然講 然後又攝影師大哥 再來讓男朋友也知道 我心裡想說 還有就是有一次我去拿包裹 然後 我們的官員就說 欸 那個 現在認不出你來 我說 喔 是因為懷孕嗎 他說 沒有 因為你變胖 我心裡想說 變胖不就是因為懷孕的關係嗎 後來 有一次我去找我爸 我爸去看完我 然後說 你越來越有媽媽味了 到底 到底要多少的刺激我 然後再來一次 我先生很誇張一點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中期的時候 我們就去新加坡 然後穿比衣 然後外面就披個浴袍 然後我就拍一張照片給他 我說欸我準備要去游泳囉 這樣子 我想說這樣看起來很像 時尚的浴媽咪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欸你這照片看起來像豬八戟 什麼意思 我一看很輕鬆 我覺得很生氣 但是 我看那照片然後說 好像 這真的蠻像的 你知道豬八戟不是就是他也是 就是那個肚子很大一個 然後披著一個長袍嗎 他每次 講我的事情 我都有點牙口 我以後 我覺得很有道理 但是 我還是 想說 你現在更去問講 也太過分了吧 好幫大家問最後一題 好 預產琴 預產琴 我的預產琴呢是 11月11號 換就是購物節寶寶 光棍節寶寶 超棒的 因為我和先生都是雙魚座 所以 寶寶的預產琴是天蠍座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 因為就是 水象星座的家庭 我覺得 和寶寶溝通 起來會特別的 了解對方 所以我希望 他可以開心快樂 跟改變 好的以上呢 就是我從 一開始懷孕到現在的 一些 心路歷程的感受 那接下來的影片呢 就和大家分享說 我有去做 姚摩穿翅 還有 我有指點前證的 一些小細節 和大家分享 那如果呢 你是孕媽咪啊 或是你對於我 懷孕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好奇啊 疑問或問題的話 你都可以留言給我喔